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近 埃隆 马斯克再次成为焦点 不仅因为他的技术野心 还因为他他的工作对未来有着深远的影响 就在不久前 在加州伯班克的华纳兄弟影城 他展示了特斯拉的最新创新成果 引发了全球的热议 特斯拉新款机器人出租车 CyberCab的推出 以及他雄心勃勃的计划 即明年在加州和德克萨斯州 推出特斯拉、Model 3和Model Y自动驾驶汽车 标志着技术进步的重大飞跃 这些CyberCab没有方向盘和踏板 标志着未来汽车将实现自动驾驶 无需驾驶员 马斯克还透露 预计在2027年推出的自动驾驶汽车 售价将低于3万美元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他的愿景还包括一款能容纳20人的机器人货车 有望彻底改变公共交通系统 然而在这些发展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Optimus机器人 一款被设计用于替代人类从事危险或枯燥任务的内人机器人 可能很快会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特斯拉 亚马逊 微软和英伟达等公司已投资数十亿美元 用于开发人形机器人 这些机器通常用两条腿站立 只在执行传统上由人类执行的任务 几十年来 仿人机器人一直是科学发展的一部分 但最近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 重新点燃了业界的热情 位似于OpenAI的ChatGPT等技术的进步 让这些机器人不仅能够理解语言和执行指令 还能基于现实数据做出决策 他们可以通过计算机视觉分析环境 并像人类一样适应环境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中的情节 但这正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现实 世界正迅速转型 这让我们想起了戴伊利书第十二章第四节的预言 戴伊利亚 要隐藏这些话 封闭这书 直到末世 必有多人来往奔跑 知识就必增长 在基督教历史上 人们用各种方式解释这段经文 有一种观点认为 它指的是末世的科技进步 今天我们见证了喷气式飞机 火车 巴士 轮船等高速交通工具的崛起 它们改变了人类的出行方式 像CyberCab这样的自动驾驶车辆的出现 似乎从字面上实现了这一预言 由于人类知识的增长 人们现在有了更快更高效的出行方式 另一方面 也有人认为 《戴伊礼书》十二章四节 指的是属灵上的知识增长 随着人们不断深入研究圣经 对上帝话语的理解也在加深 末世将会有一种对圣经真理的渴望 通过深入研究 信徒会更加贴近上帝 更加了解他对世界的计划 我想这两种解释都是正确的 不可否认 科技的迅猛发展 反映了人类知识空前的增长速度 但同样重要的是 在这末世日子里 上帝赐予了他子民更深的属灵觉醒 世界在物质和属灵层面上都在经历转型 这种双重转变将在末世事件的展开中 发挥关键作用 如今 人工智能AI 和仿人机器人的发展令人惊叹 他们是多年研究的结晶 如今得益于人工智能的进步 他们正变得越来越高效和智能 埃隆·马斯克明确表示 他对未来的愿景 包括广泛使用这些机器人 特斯拉的Optimus机器人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马斯克相信 这些类人机器人将比他的电动车 更深刻地改变世界 驱动这些机器的AI 如Chat GPT背后的技术 让他们能够处理语言 理解指令 并基于现实数据做出决策 这意味着机器人可以像人类一样 从经验中学习 并调整自己的行为 这听起来像科幻电影的情节 但这不是虚构的 而是我们今天的现实 为人机器人学习 适应和执行任务的想法 曾经是人类的专利 这感觉就像电影中的情节 事实上 这让我想起了20年前 看的威尔 史密斯电影《鸡血公敌》 这部电影想象了一个机器人 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世界 他们协助人类 但也引发了关于控制和道德的问题 当时看似遥远的科幻小说 如今正迅速成为我们的现实 我们曾经只在电影中看到的机器人 不再是幻想 他们已经到来 他们在先进的AI技术支持下 已经来到我们身边 有人预测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未来的20到30年内 类人机器人将进入每个家庭 承担从清洁 烹饪到陪伴 甚至照顾老人的各种任务 虽然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 但这项技术已经存在 并且发展迅速 特斯拉并非这场竞赛中的唯一参与者 波士顿动力 亚马逊机器人和微软等公司 也在朝着类似目标努力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 这些机器人将变得更加高效 甚至可能很快像智能手机一样 普及到千家万户 但机器人并不是我们唯一应该关注的进步 最令人不安的发展之一是脑机接口的兴起 这些设备如伊隆 马斯克 Elon Musk的Neuralink和黑石神经技术公司 BlackRock Neurotech正在开发的设备 旨在将人类的大脑直接连接到计算机 虽然这些技术目前正用于医疗目的 例如帮助瘫痪患者恢复四肢控制 但滥用的可能性令人担忧 脑机接口的工作原理是检测和解读大脑活动 未来 这项技术可以让人们用思想控制机器 无需动手即可浏览互联网 甚至与他人进行心灵感应 虽然这听起来很令人兴奋 但带来的影响却令人担忧 想象一下 在这个世界里 政府或公司可以监控你的想法 隐私不再存在 意义很容易被发现和压制 这些大脑芯片可能会成为控制工具 让掌权者不仅能够控制你的行为 还能控制你的想法 有些人渴望拥有这种控制力 借助这项技术 他们能够实时了解 你对政府或某个政治领导人的想法和情感 想象一个世界 那些掌权者能够及时检测您 是否同意他们的言论 或者或者 你对总统或总理的真实感受 不再是私密的 这种对个人思想的控制 将使意义几乎不可能 因为当权者 可以在反对意见尚未表现出来之前 就压制他们 这听起来像反乌托邦电影的情节 但这就是一些人 渴望通过这些技术达到的控制水平 想想 当这些脑芯片变得更加先进后 可能产生的同倍压力 如果一个人 因为大脑连接到互联网和人工智能 而每月赚取数十万美元 毫无疑问 其他人也会渴望拥有同样的机会 或者想象一下 如果这些芯片作为医疗设备上市 可以在心脏病发作 或中风发生前提醒你 这种拯救生命的技术 对许多人来说 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但这种吸引力也伴随着危险 这些芯片 可能使政府或公司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跟踪和监控人们的生活 它们可能被用来强制人们服从 而那些拒绝的人可能很容易被识别和惩罚 圣经警告我们将会有一个时代 这种控制手段将被用来迫使人们向敌基督屈服 启示录描述了敌基督将崛起 并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政府 经济和宗教体系 在启示录第十三章十六至十七节中 我们读到 它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贫富 自主的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 授一个印记 除了纳授印记 有了授名或有授名数目的 都不得做买卖 这个印记 工厂被称为授的印记 是向敌基督效忠的象征 没有这个印记 人们将无法参与全球经济 他们将不能买卖 旅行或从事正常的日常活动 启示录十三章描述的控制 与通过脑芯片和自动驾驶车辆实施的控制方式 非常相似 如果您完全依赖于大脑中的芯片来参与社会活动 且您的出行能力依赖于自动驾驶车辆 那么您几乎没有自由 敌基督的系统将是一个完全支配的系统 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将受到控制 这个未来也许看似遥远 但我们今天看到的趋势直接指向这一点 人工智能的兴起 人型机器人的发展 脑机接口技术的进步 这些技术正将我们推向《启示录十三章》中描述的世界 全球控制体系的基础更迅速搭建 而且就在我们眼前发生 作为信徒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世界正在迅速改变 而我们正越来越接近 启示录中的预言实现 我们今天看到的技术 不仅仅是人类进步的标志 它更是时代的标志 我们必须意识到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 并理解这些发展背后的属灵意义 埃隆 马斯克的CyberCab和Optimus机器人 只是世界快速迈向新时代的最新例证 但在这些进步的背后也隐藏着警告 世界正在为敌基督的崛起做好准备 启示录中所描述的控制系统正在成为现实 我们必须问自己的问题是 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吗 即使在我们周围的世界正在走向全面控制的体系时 我们是否准备好坚定自己的信心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我们如何度过未来的日子 世界正在变化 但上帝的话语始终如一 我们必须坚守他的应许 保持忠诚 因为基督的回归已经临近 启示录13章18节说 在这里有智慧 凡有聪明的 可以计算受的数目 因为这是人的数目 他的数目是666 智慧在于我们要避免与这个数字有关的事物 启示录13章18节清楚地警告我们 要理解666的意义 并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它 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 而是像争效中一个反对上帝的体系 那些了解圣经的人明白 这个警告的严重性 以及保持警惕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最后的日子里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迹象日益明显的时代 战争 全球动荡 与圣经中描述的控制系统相似的技术进步 这一切都在我们眼前展开 知识的增加 全球势力的崛起 以及迈向一体化的趋势 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这些并不是偶然的事件 而是圣经预言的实现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确保自己与主的关系是稳固的 我们不能在信仰上摇摆不定 也不能被世俗的纷扰所迷惑而远离上帝 当世界逐渐形成一种要求效忠于反基督者的控制体系时 我们必须确保自己的忠诚 深深持根于基督 现在是时候审视我们的内心 确保我们遵从上帝的旨意 在永恒面前 没有第二次机会 圣经告诉我们 许多人会被欺骗 我们必须明智地认清所处的时代 最大的智慧在于了解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并确保我们为他的回归做好准备 让我们全心全意寻求主 悔改一切罪恶 坚守他的应许 度过这末后的日子 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八节明确指出 六百六十六十人的数目 上帝的话语要我们知道 狄基督是一个人 而不是一个天使 是一个人 而不是一个系统 不是一个政府 不是一个机构 也不是一个秘密组织 他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灵体 不是一种力量 不是一个概念 也不是一种神学 他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运动或力量 神的话语清楚地告诉我们 谈到狄基督时 我们在谈论一个人 圣经描述这个人 是海中的兽 将狄基督者 比喻为海中的怪兽 揭示了关于其本质 起源和性格的深刻见解 有趣的是 尽管狄基督是一个人 上帝并不是他为 按照他神圣形象造的人 而是看作一头兽荣 也就是撒旦控制的野兽 在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二节中 我们看到了 谁赋予了狄基督者力量 我所见的兽形状像棒 脚像熊的脚 口像狮子的口 烂龙将自己的能力 座位和大权柄给了他 是撒旦将权柄和大权赋予敌基督 许多人严重低估了撒旦的权势 首先让我们明确一个重要事实 圣经称撒旦为金世的神或空中掌权者 这些称号揭示了撒旦在世间暂时的权柄和影响力 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中甚至断言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 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这些经文表明 撒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 对世界的国度有权柄 至少是暂时的 当撒旦以这国度引诱耶稣时 这并不是因为撒旦拥有这些国度的最终所有权 而是因为在堕落的世界中 撒旦被允许有暂时的统治权 但耶稣认识到撒旦以忧的本质 他已用圣经回应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者说 当败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正如前面提到的 启示录十三章二节说 纳龙也就是撒旦 将他的全能 座位和大权柄 赐给狄基督 狄基督将受到来自地狱的强大力量的驱动 上帝并不是狄基督这个海中的兽 和假先知地上的兽 为他按神圣形相造的人 相反 神是他们为兽 兽龙撒旦控制的野兽 这一点很重要 启示录二十章也揭示了 所有不接受基督的人 将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 然而 只有两个人类不被审判 狄基督和假先知 他们直接被扔入火壶 这表明 这两个人并非普通人 他们将受到前所未有的 邪恶力量的驱使 启示录二十点十分写道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 被扔在硫磺的火壶里 就是野兽和假先知的归宿 他们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狄基督者的邪恶程度 将无与伦比 正如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化身 野兽也是撒旦的化身 他身上有数字666 任何时候看到数字666 你都需要保持警惕 因为这不是一个 你想与之联系的数字 许多摇鬼乐队和媒体 都在玩弄数字666 但你 不应该与这个数字 有任何瓜葛 启示录二十章世界记载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 被扔在火壶和硫磺中 就是受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昼夜 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你都需要保持警惕 因为这不是一个 你想与之联系的数字 许多摇鬼乐队和媒体 都在玩弄数字666 但你 不应该与这个数字 有任何瓜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